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忧度》算是其中备受期待的一部剧 这部剧刚开始传言是由任嘉伦主演 女主角却还未完全敲定 不过在爱奇艺发布的海报中出现了宋祖儿的名字 这也是官宣了女主角了 但是这部剧另一个引起网友讨论的点是在于编剧的人选 在《无忧度》有消息放出后 编剧的人选也是几经更改 先后传出了好几种版本 包括魔幻小说大师孟哲末 小湘东尔等都在传言中的编剧人选之列 但是最近官宣的消息最终确定的编 居然选是两位日本编剧《香良智》 压抑性 这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 有些网友认为 这两位编剧的资历是无容置疑的 有很多不知名的作品都备受好评 可是问题在于这毕竟是一部中国电视剧 如果选择日本编剧 岂不是会变成中日合资 会不会脱离了本土化 其实网友们出现这样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现在很多电视剧都在造型背景上出现过很多的问题 更加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如果启用日本资源 岂不是更加背离本国特色 甚至还有媒体提出了质疑 认为在采用日本编剧之后 整个电视剧的期待值都变低了 而且提出晚唐是窝蜂重灾区 如果用日本编剧 岂不是会加重这个倾向 没想到这个媒体的言论 马上遭到了网友的炮轰 媒体列出的所谓的现场窝蜂布景 也遭到了网友们的驳斥 由网友专门拿出唐代建筑图样 指明了其实所谓的窝蜂布景 都是唐代典型建筑式样 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焦虑 而且从历史上来说 所谓的窝蜂布景 不也是从唐代传过去的吗 那这样来说何来的窝蜂呢 本源还是我们自己国内的东西 面对这样的问题 很多网友忍不住发声让其多读书 而且现在剧还没开始正式拍摄 现在下这样的定论也是言之过早 其实很多背景是唐代的剧在播出之后 都曾遭到过类似的质疑 的确有些古装剧功课做得相当不过关 被一些专业人士吐槽为窝蜂 这也说明这些制作方不仅要在剧情上用心 更要在服装造型 刀具设置上更加用心 而这次选用的两位日本编剧 也应该是在剧情上进行更加精致的追求 其他方面也许不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 其实说到底 还是应该选用更加专业的人士来委屈的质量保驾护航 不管是所谓的窝蜂也好 还是真正的唐风 都应该从历史资料中取材 再加以辨别 很多人都想看到真正能够表现出我们文化自信的作品 但是因为种种因素的影响 最终的呈现效果可能并不如意 现在观众的审美也在提高 即便无忧度本质上还是属于玄幻剧 但是只要不是架空 就应该提高专业程度 不要辜负观众的期待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留言加关注